关注焦点新闻 了解全民热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8日 欢迎收看焦点新闻 本期节目将为大家带来 非中国机票涨10倍 直飞航班仅4架 CBA美籍球员未向中国国旗致敬 遭罚1万人民币 美中期选举前多项民调显示 共和党已经领先民主党 家长小心 近期发生多起谎称孩子遭绑架的诈骗案 习近平终极目标 一个为中美冲突做好准备的中国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目前北京正在为国际旅行重开大门 但进入中国需要付出数千美元的高昂代价 目前只有四家航空公司运营美中直飞航班 自大流行以来 中美商会会长哈特今年夏天首次离开中国 送儿子去美国上大学后 哈特支付了3000美元返回中国 途中需要在香港停留和隔离 然后飞往内地后再次进行隔离 这是我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经济舱座位 哈特说 他考虑过直飞 但约5000美元的高价让他望而却步 并且航班被取消的风险会更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为了应对更高的燃料和劳动力成本 以及解封后的大量旅客 全球航空公司都在提价 但飞往中国的航班机票价格 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增幅 有时甚至比疫情前高十倍 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的清零政策 导致进入中国的航班稀少 同时在中国适度放松严格的入境限制后 需求量仅少许增加 近日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网站显示 从旧金山到上海 途经韩国的单程经济舱机票 11月的价格为4000美元或以上 加上酒店强制隔离 可能还会增加至少数百美元的花销 离开中国的航班仍然很贵 但比入境会稍微便宜一些 对于出境旅客 中国仍有严格的限制 总部位于纽约的旅游服务公司数据显示 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到中国的经济舱机票价格是2019年的6倍 是去年的2倍多 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经济舱 更是2019年的10倍 高昂的旅行成本和独一无二的清零政策 正在促使外国高管重新考虑复华工作 同时 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国也异常艰难 北京的种种规定导致航空公司广泛削卷服务 这些规则包括限制航空公司运营 飞往中国的航班的频率 以及对乘客人数设立上限 隔离要求不仅适用于乘客 也适用于机组人员 此外 如果飞往中国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 新冠检测程阳性的乘客达到一定数量 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可能会突然暂停航班 美国对此已经采取了对等措施 也暂停了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营 数据显示 大流行前9家航空公司在美中之间 运营数十个美日直飞航班 包括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美航 如今只剩下4家且都位于中国 从美国到中国 有时仅有一班直飞航班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赛CBA的33岁前NBA榜眼迈克·毕斯利 在比赛前奏中国国歌时 位置净行注目礼遭官方罚款1万人民币与严重警告 但中国网友仍然相当不满 纷纷要求球队开除毕斯利 CBA发布声明表示 在2022年10月16日 上海九市大鲨鱼俱乐部 九市篮球队于浙江筹州金租篮球队比赛前的 奏唱国歌仪式过程中 上海队30号球员毕斯利 为肃力致敬行注目礼 官方称 为严肃联赛纪律 根据纪律准则 对上海球员毕斯利严重警告 处于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处罚 中国网友们对此表达愤怒 称 拿中国的支票 请尊重中国国旗 赶走他太丢人了 这样的外国球员都应该驱赶 毕斯利出身于美国马里兰州 在2008年NBA选秀 获得首轮第二顺位的榜眼签 待过热火 灰狼 太阳等队 但场外争议频频 曾有超速 无照驾驶 持有大马等问题 导致职业生涯表现起起伏伏 现在他为上海队的成员 综合纽约时报CNN报道 美国几项最新民调显示 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 共和党的支持率 已经重新超过了民主党 纽约时报 与西耶纳学院对792名登记选民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在预计的大选投票中 共和党有四个百分点的优势 大约49%的可能选民表示 他们将支持共和党国会提名人 而表示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只有45% 该民调在10月9日至12日期间进行 误差幅度为正负四个百分点 这标志着选情与9月份相比已经发生转变 当时该民调发现民主党人有一个百分点的优势 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 在10月12日至13日的调查中也发现 共和党在可能的选民中 以53%比47%的优势领先民主党 在所有的登记选民中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这与9月份的情况不同 当时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 两者之比为51%比49% CNN上周的一项民调同样显示 共和党以48%比43%领先民主党 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的最新民调还发现 尽管民主党人关注堕胎权 但独立女性选民在过去一个月里 尤其大幅向右翼倾斜 报导指出 之所以出现这一惊人的转变 是因为经济是2022年中 远比堕胎更具影响力的政治问题 大多数选民相信 共和党人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据Mask Life 10月16日报道 波士顿警方警告年幼学生的家长 多起骗子谎称孩子有危险 或被绑架的骗局出现 根据警察局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生了三起涉及当地公立学校家庭的绑架诈骗事件 据称 在学区就读的学生的家长接到电话 说他们的孩子有危险或被绑架 对方能够说出孩子的名字 并恐吓家长 想要接回孩子就必须通过西联汇款向其转钱 警方表示 这种骗局的目的是欺骗父母或祖父母 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从而支付赎金 骗子有时会提供有关孩子的非常详细的信息 从而说服受害者相信该骗局是真实的 对此警方表示 我们鼓励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 小心谨慎一些 并告知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网络隐私 如果接到诈骗电话 应立即向警方报告 并且要挂断或不回复 要求通过西联汇款 礼品卡或加密币付款的诈骗电话或信息 综合华尔街日报彭博社报道 执政十年来 习近平发起了一系列行动 以确保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获胜 或至少能够经得住这种对抗 他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重构了经济 并以意识形态更加坚定的中共领导为核心 重塑了社会 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 他的总体目标是 让中国恢复作为全球参与者 与美国平起平坐应有的地位 为此据了解他想法的人士说 他开始认为 与西方摊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现在随着中共十二大开幕 习近平即将迎来第三个五年任期 从而打破了近年来领导人 在两节任期后就卸任的先例 这可能会确保未来几年 中国仍会沿着他坚定自信 同时又充满戒备的愿景前进 据知情人士说 习近平的做法可以用他曾引用的最喜欢的毛泽东的一句格言来概括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则格言警告人们不要缺乏警惕 对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强调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日说 北京已经决定加快统一台湾的日程 将会比之前预想的时间要快很多 近年来中国对待台湾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布林肯说 北京已经做出了基本决策 当前现状已经无法接受 决议要大打加快实现统一 但关于时间表或其他细节 他没有详细说明 布林肯说 美国两党政府数十年来对台政策 是坚持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 事实上直到最近这项政策都十分成功 处理得宜且避免了冲突 他说 美方的一中政策不会改变 但其核心是承诺和平解决分歧 若情况发生变化 将为未来带来极具挑战的前景 布林肯说 台湾问题不仅是美国关注的议题 世界各国也非常关注 每天通过台湾海峡的商业交通 对全球经济有巨大影响 若爆发危机 各国都将蒙受损失 他也重申 美方坚决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 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海量本地商家真实点评 您的纽约生活指南 纽约华人资讯网商家的点评 移民的信赖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朋友 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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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